Lun Sang 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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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那個PTT上的我學校有說兩間 不知道到底是哪一間 先來到了北部的這一間 好像是文學院那個館吧 一定到這個 他講的這個 樓的門口 可是呢 那邊有人員在管制 現在是武漢肺炎期間 卸絕訪客 我頭好痛喔 下不就好下去那地下室看看 我覺得剛剛那邊進不去 我真的是非常的難過 不過換個角度想 也代表台灣的防疫症做得不錯 不過呢 也是不會計較不達到的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牛牛 這裡是之前有一次 我陪牛牛 來到這個地下室 就當我們那個時候 停好車 從B2走上來的時候 牛就叫我們停 他就說 B2下面的那個樓梯間 有一個女的倒刮在牆壁上面 惡狠狠的看著我們 所以呢 我就想說 既然大學的地下室 我們這一次進不去 那我們就 來這一個 曾經 你有跟我說過的地下室 就來這邊挑戰 一個人的疊線 因為每一次玩疊線 筆線、剪線等等 都是跟一堆人一起玩 我其實還蠻好奇 民間有一個說法是 一個人召喚疊線 更有機率出現一些東西 不如我就趁著這個機會 來試試看吧 這個氣氛 其實是蠻恐怖的耶 因為我不知道他的電能開關 你們看過我的電 被我關掉嗎 超黑 上面 下面 下面 對 下面那個門 就是上次我和牛牛 要走這裡過來的門 我上次和牛牛呢 就是從這裡 這個門 走進來 往上走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叫我不要往這邊走 有一個倒掉的人 就是在這裡 教育台相機在那裡 據說上面就是那個 出色的地方 首先 一個人的疊線 要在對面 點起一支蠟燭 接著 在五分鐘之內 你要一直念 點 importance 點心點心點心 請出來 如果五分鐘 他都沒有出來的話 你就代表他今天不想出來 叭线 叭线 请出来 叭线 叭线 请出来 叭线 叭线 请出来 一个人拍摄真的就是这样 有点累 叭线 叭线 请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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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進去 你有沒有看到嗎 鏡頭應該都要拍照吧 因為我在念的時候他一直在畫 結果他就 我覺得還蠻誇張的 我覺得 搞不好有機會 不過也有可能是缺氧 因為這裡真的很悶 你們可以看 我其實都有一點流汗了 看一下上面 是沒有出現說的掉到那個女人 那我們繼續趕快 搞不好快成功 疊線疊線請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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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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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 現在時間已經10點了 我剛剛其實是有感覺到它在晃 不知道剛剛很怪怪的 不知道剛剛是缺氧還是什麼的 蠻奇怪的 真的蠻好奇的 為什麼在蠟燭會一直吸氣 其實完全沒有事 好 那我就先趕快離開這裡 因為我真的覺得這裡的氣氛 對 大家好 有什麼後續感染的時間啦 這一次呢進不去那個地方 我真的覺得是蠻可惜的 不過呢剛剛去到那個地下室 玩一個人的疊心 不知道攝影機有沒有錄到什麼東西 我會去看一下 不過我真的覺得非常有可能是缺氧 因為我之前影片缺氧的時候 其實那個蠟燭是會晃的 然後剩下的話 我想說 我們現在就先趕快開回家 回到家裡慢慢跟你們聊 肺炎期間真的很多東西都卡著 地下室不能去 下室也不能去 那這個時候 大家就是該同心協力 度過的很難關 而且為什麼大家都說出去要戴著口罩 其實戴著口罩不僅僅是保護自己 另外一半的原因 其實也是保護他人 戴著口罩的時候 今天對方是一個代言者 其實他的口罩 還是可以透過你的眼睛 傳進去你的身體裡 那我們戴著口罩的話呢 我們的口罩完全就是不可能穿到任何人 所以其實戴著口罩 是一種尊重 一種禮貌吧 希望大家 夠免之 這樣我知道口罩很難搶 還有好像也有說 不要戴我這種的 要戴醫療的 話說回來 我決定想跟大家講一下 我呢 從一開始拍影片到現在兩點半 這個時候呢 還是一個小丫頭 然後這兩年半以來 經歷了非常多的事情 認識了非常多的人 之後我也有很多人需要感謝的 包括所有看我影片的你們 才讓我有今天的我這樣子 好像聽到很多人說 我眼變白了 痘痘變多了 我倒是覺得 可能是那個時候燈光打下去 所以特別有點白吧 請大家也不用擔心啦 至於痘痘變多呢 就是因為我前一陣子 固定每個月會上電視節目 他們會幫我化妝 很厚的那一種 但是我不知道說 化完妝之後 要卸妝 對 所以就越來越嚴重 但是我現在知道 然後我也在治療它 這個就算我人生中一個 會讓我感到很不自信的一件事情 但人生不就是這樣子 如果因為這一點小事 就影響了你的生活 影響了你的心態 讓你變成了一個不一樣的人格 我覺得這樣子對於自己來說 反而是一件非常吃虧的事 其實像我以前常講的 不要太在意別人對你的眼光 因為那個是他的想法 像我那個時候去加州 你可以發現那裡的所有人 不管是任何種族 任何膚色 都有他的美感存在 為什麼到了台灣來 就得要尖臉 大眼 翹嘴唇 聽比賽是好看的 話又說回來 我認同 外在是真的 蠻重要的 是一個人對你的第一印象 事業感情順不順利 或多或少 或許真的都也影響 但是 這真的不是絕對 他內心裡面 散發出來的那股氣質 有沒有感覺到 有的人他長得很好看 可是他講話出來 給你的感覺 可能就是很幸福 沒有水準 可是有的人呢 他可能長得不好看 可是他舉手投足 都有領袖的風範 對這個東西就是 內心要去學習的 外表 沒有辦法得來的 所以如果 能夠回到18歲以前的我 我一定會讓自己 更多的轉眼 自己的興趣 去驗讀一些 我覺得有意義的事情 但是我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 就靠你們的 台灣未來的動量 OK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這啦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可以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也喜歡 謝謝大叔王公 下次見 Bye